年过六十不能吃核桃 医生职员 不想抬进医院 三种坚果最好少吃 生活条件好了 大家都非常注重养生保健 老话常说三核桃俩造 长生不老 对于许多老人来说 吃核桃就是非常好的养生之道 然而也有另一种说法 吃核桃保健是谣言 老人其实不能吃核桃 一 核桃是把双刃剑吃多了也有问题 核桃被誉为长寿果 其营养价值不容小觑 它富含油酸 亚麻酸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 这些物质对心脑血管有着显著的益处 研究数据显示 定期使用核桃 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疾变的发病风险 核桃还含有丰富的磷脂和DHA 这些成分对大脑极为有益 能够助力延缓大脑衰老 提高记忆力 然而核桃虽好 但并非适合所有人群无节制的食用 对于血脂较高或患有高血脂症的老年人来说 过量食用核桃可能会加重身体负担 因为核桃中的脂肪含量相对较高 虽然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 对健康有意义 但过量摄入仍可能导致血脂水平升高 为什么坚果这么神奇 坚果富含健康的脂肪 纤维 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 矿物质 这些营养成分能帮助我们降低坏胆固醇 控制血糖 增强免疫力 还能提供饱腹感 防止暴饮暴食 而且坚果中的抗氧化物质能保护我们的细胞不受自由基损害 延缓衰老 预防各种慢性疾病 中老年人在食用核桃时一定要控制好量 切物贪多 那么 哪种说法才是对的呢 核桃到底能不能吃 今天我们一文说清楚 一直以来 核桃的营养价值就备受专家推崇 核桃是集合蛋白质 维生素 脂肪 糖类和纤维素 于一体的优质坚果 膳食营养价值很丰富 核桃人中有人体所必须脂肪酸 但却不含胆固醇 是优质天然脑黄金 核桃的脂肪酸 主要成分是亚油酸含量 约63.0% 是普通菜籽油的3到4倍 而核桃亚麻酸含量约9.0% 作为道三家组成员 是各细胞基本组成成分 核桃营养丰富 是所有坚果中的佼佼者 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还发现 核桃能帮助延长寿命 该研究主要分析了 美国护士健康研究队 列67014名女性和卫生专业人员 随访研究队列26326名男性的数据 参与者参与研究前无癌症 中风或心脏病 在20年随访中 研究人员每4年会检查 一次受试者们总体的饮食摄入 包括核桃的食用频率 在调整多变量因素后 研究人员发现 与不吃核桃的人相比 每周吃超五份核桃 与全因死亡率降低14% 有相关性 与死于心血管疾病风险 降低25% 有相关性 能让预期寿命延长约1.3年 研究人员据此认为 即使每周只吃几个核桃 也能帮助促进长寿 除了严寿之外 还有多项研究也证明了核桃 对身体的益处 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的一项 涉及634名参与者的研究指出 核桃能改善心脏健康 降低炎症风险 也能将二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 降低24% 美国营养学杂志杂志的 另一研究发现 核桃能促进肠道有益菌生长 可以改善肠道健康 长期下来也有助于 降低心血管病的风险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大家不妨将核桃列入饮食清单 核桃虽好 然而这几年 关于核桃的质疑也不少 此前就有说法称 60岁以上的老人不能吃核桃 这是真的吗 实际上 60岁的老人不但能吃核桃 吃法得当 还可以促进心血管健康 美国心脏协会旗下期刊 循环有一项关于核桃 与健康衰老的研究 这是一组长达两年的平行分组 随机对照实验 研究人员对不同地区的健康老人 在补充核桃后的饮食效果进行测试 结果发现 每天使用一定量核桃 对血脂基本正常老人的习惯性饮食的影响是 WOOD-C平均降低4.3MGDO 也就是说 无论何种饮食或地理环境 饮食添加核桃都能改善血脂水平 实际上核桃可以吃 但吃核桃要避免三个误区 一 吃核桃不限量 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坚果50到70克 平均到每天的话 大概就是一个大纸皮核桃或二到三个山核桃 吃太多核桃可能会增加肠胃不是 甚至会导致高脂肪高蛋白堆积 引发肥胖和上火问题 所以吃核桃的时候要注意限量 二 吃核桃不分好坏 吃核桃注意筛选掉坏的 特别是久制发霉的核桃很可能含有黄躯酶素 而黄躯酶素是一类致癌物 毒性超披霜68倍 会增加癌症风险 三 上火的人不能吃 中医认为核桃偏温性 像阴虚火旺 弹火喘嗨和偏糖腹泻的患者应当少吃核桃 老年人的生理机能逐步退化 可以适时吃一些核桃等坚果 这不仅能给大脑提供营养 延缓大脑衰老 也能为老人提供丰富的蛋白质 不饱和脂肪酸 维生素等 不过 并非所有坚果都适合老年人 特别是以下三种最好少吃 一 板栗 许多老人都有消化不良和糖尿病的困扰 而板栗淀粉含量高 比较难消化的 一引起胃胀气等不是 其次是板栗的淀粉会被分解成葡萄糖 容易造成血糖波动 不利于血糖控制 二 腰果 腰果的脂肪含量相对较高 老年人如果过量食用 很可能会升高血脂水平 容易引起高血脂症 从而提高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三 巴西坚果 巴西坚果的甲和林含量较高 特别是有肾病的老年人 最好少吃 否则会增加肾脏负担 加速肾脏损伤 核桃富含优质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 还有膳食纤维 维生素等 不仅能延寿 还能改善血脂水平 有利于健康 但要注意核桃不可过量食用 特别是老年人吃多了反而会造成负面影响 并且老年人要注意少吃板栗 腰果和巴西坚果 尽量选择完整无霉变的坚果 每周50到70克足矣